6月13日,2011红牛新能量音乐计划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。 当天,三大王牌音乐制作人宇全、张亚东、陈珊妮与艺术总监蔡康永、文学总监林熙和挺音乐大使陈楚生共同出席了发布会。 蔡康永虽然身为台湾综艺大王,但他与音乐也是颇有渊源。 蔡康永透露,他在求学时就曾为宏积一时的专辑写过文案。 我那一年暑假打工写的那一张专辑,就是陈淑华的《梦醒时分》。 然后就真的是我这种完全没有参加过音乐的人,一写就写到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。 那后来就没有再做类似的事情了。 在音乐文案方面完全没有发展的蔡康永,坦言写词与写作完全不是一回事,也更加地让她崇拜林熙,视之为偶像。 还唱起了林熙所作词的《红豆》,向她致敬。 我写词的成绩就很差,所以我看到林熙就很崇拜,因为我的词大部分都完全没有被记得跟没有走红。 所以我觉得写词跟写作是完全两回事情的。 有时候,有时候,向你致敬。